增員上人行腳台中 除了台灣的志工以外 還有100多位 來自馬來西亞新山分會的志工 他們趁著難得的隨時機會 一起文法 每個人還特別寫了一封信 要獻給上人 也把練習很久的手語歌曲 跟大家一起分享 來自馬來西亞新山之會 112位慈濟志工 將在當地付出那份堅定的信念 融入動人的手語 用心呈現 新山之會今年迎接20週年 112位志工返台尋根精進 20年前當地第一顆種子 慈濟志工廖樹天 因為讀了正言上人行善的故事 開始推動慈濟 一開始獲得的支持 超乎他的想像 短短兩三個月裡面 就有四五個個案提報上來 那麼同時也會聚到20多位的三星人士來投入 那麼就將實際組織在新山就逐漸成行 這次新山之會返台尋根 正巧正言上人行腳台中 三天隨時行程讓志工們感受特別不同 這次真的是從哪一個方面來看都真的是很幸福 得到很多法醫 大家都很高興 看到弟子們遠到回台 正言上人非常欣慰 也相當肯定大家在馬來西亞的團結與用心 112位新山之會慈濟志工發心力願 將心裡的話寫成112封家書獻給正言上人 雖然路途遙遠不能常常相聚一堂 但大家的心永遠相連 大愛新聞張國端李岳唯台中報導